最重要的是逢星期三 你只要給25磅英磅 你就可以任吃所有芝士 今天就不看大英博物館了 帶大家看一個博物館 它是開了一年都未夠的 這個博物館是由藝術家、神經科學家 以及哲學家三個派對 一起合作去開的博物館 在館裡,我們參觀者 會置身於一個意想不到的互動幻象 從而可以了解到我們的大佬 究竟是怎樣去解讀這個現實 我突然變成黑白色,即是灰色 所有顏色去了哪裡 我只看自己是黑白色 但我看這些東西 其實也有它原本的顏色 豆乳就是粉紅 加了蘑菇就是彩色 韓伯格的番茄、芝士 不對,它一亮燈就變成灰色 一亮燈又有花顏色 它這裡正正解釋了給我聽 是因為平時我們看的普通的燈光 當作是白燈 它的旋律跟黃燈的旋律是不同的 所以為何一亮燈就看不到 一亮燈就看得到 原來是這樣 博物館取名為Twist Museum 是以The Way I See Things的首字母縮寫 而是對於市民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看法 看這個,你要讀出它是甚麼顏色 它是寫白色,但它是用藍色字 那就是和你的腦子玩遊戲 綠子紅藍行黑紅 看完Twist Museum 其實我覺得感受也挺開心 因為跟我平時自己想法的方式 原來也挺近似 但我覺得去Twist Museum 另一樣東西也想帶出的就是 其實生命裡很多東西 不只是單方向 你可以在多角度處理一件事 多角度去解決你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很不開心的處境 或者覺得我困在這裡 其實不是 你只要轉個角度看 就會一天都光亮 其實這間是由前維多利亞式的廁所 改建而成的餐廳 這個廁所短於1890年左右 空置了五十多年之後 經過兩年的修復 用原有磁質料兜作為靈感 配上綠色座椅 配上原有的維多利亞時代地磚 新潮得來又有復古風味 很有趣 我真的沒試過喝這麼厚的果味 很厚的, 它不是很單薄的酸 它是很圓潤的果香酸味 平時的咖啡豆是用太陽曬乾 令果實變硬, 再拿去脫殼 這樣才得出咖啡豆 但這裡是用濕式手法 用水浸淡咖啡果 再用機器去除果肉 這樣才得出咖啡豆 這樣就增加了發酵時間 令咖啡更有果味 是時候要下手吃東西了 首先, 它的啤酒是很脆的 我覺得啤酒的乾身是比較好吃的 然後它的白醬汁很出色, 很英國 好吃 你好嗎? 謝謝 這是你的船嗎? 是 你住在這裡嗎? 是… 天啊, 這裡有多少房間? 兩座, 一個洗手間 兩座房間, 一個洗手間? 兩座房間, 一個洗手間 剛才很開心, 一邊走, 看到這些船屋 然後我也覺得很好奇, 不知道裡面是怎樣 誰知剛才遇到他, 他叫Ben 他真的很友善, 就說進來看看 進來看看我的房間 然後我就進來看,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去旅行, 最開心就是看到 自己平時沒接觸過的東西 很漂亮 看看多有生活品味 就是進來, 你會看到它的梳化 全部都是花花布 然後它會有鮮花 就是到處都有鮮花, 有植物 就是咖啡, 這些就是生活品味 其實這些生活, 我自己會很喜歡 就是以我的性格 就是這樣在河裡遊遊 可能有陌生人跟它搭散, 聊幾句 然後… 終於下船, 到城市買點食物 然後上船, 又可以繼續休閒煮點食物 非常好 或者令他勝算, 再選擇要重新吃 就是要先吃的 我要喝兩口 還有其他一個特別的東西 你先吃, 還可以吃 客人吃了幾口 你吃了幾口 其實你吃了幾口 別吃了四口 你吃了幾口 你吃了幾口 到好, 天天吃了幾口 你吃了幾口 我不是在這裡看稿 我已經急不及待在看這個菜單 你知道我在哪裡嗎? 這裡就是世界首創的迴轉芝士巴 這些芝士全都是英國生產的芝士 他們也會定期換供應商 變相你每次來試 都會有不同的芝士讓你試得到 另外,有芝士之餘 他們還有不同的調味料 以及小食讓你配搭 有芝士又如何少得要有酒呢? 這裡也有很多不同的英國獨家酒廠 紅白酒讓你配搭芝士一起吃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逢星期三 只要付25磅英磅 就可以任吃所有芝士 是25磅任吃 我已經是馬靜日市 今天星期三,我們就開始吧 最適合的芝士桶 開動 好,首先這個我剛才選擇 是因為它的歷史 英國最老名的芝士 它這個有點酸酸的質感 有點沙的感覺 其實有很多芝士 有這種入到舌頭是沙沙的感覺 其實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是比較有質感 而且它們通常都是比較濃味 對,它真的是辣椒醬 它是芝士醬 芝士醬就是… 我當它是辣椒醬 想嘗嘗單獨 好像沒甚麼味道 所以我現在嘗嘗跟芝士醬在一起 看看會否提升芝士的味道 不知道是否辣 很好吃 雖然剛才單獨吃就覺得好像沒甚麼味道 但它一加了那個辣椒 立即是… 我吃到那個奶香 即是立即在芝士裡的奶香 是帶出來的 雖然所以那種煮到那種煮到這裡 好,如果吃到牛油著麵 現在吃到牛油 смотрите 我一定要吃到牛油 這麼多油 就是一種煮到牛油 它都煮到牛油 對,它有很多煮到牛油 對不對 每天都塗進去肉 感谢观看